19-20世纪近代中国的成病科技 只是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显得尤为扎眼 他们曾为中国寻找各种旧国良方 留学欧美的胡适和留学日本的鲁迅 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 两条道路和两种价值观 鲁迅思想甚至影响了中国多半个世纪 鲁迅是主张革命的 毛说鲁迅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而时光过渡到50年代 毛与罗金男有个关于鲁迅的谈话 一个人重新思考 除了罗金男还有当时著名演员王松英 而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信徒 终生进行社会改良反对革命 反对留学和牺牲 始终坚信必须经过一点一滴 逐步的进行改良社会才能进步 在他看来 任何激进都不面识表面的短暂的 但是中国人对于英美式的一点一滴的改良 向来不是很热重 喜欢和崇尚法国大革命的狂热 本情浪漫和激进 但是这种狂热的结果 一个人也痛苦地思考 1930年3月 胡适在漫游的感情中说 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 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 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天天有进步 不天天是革命 918事变之后 中日矛盾成为中国受的主要矛盾 民族主义急剧膨胀 前一时期 胡适的自由主义 尚可在刀把子 枪杆子上熟人头的军阀混产中 侵袭增长 却也能在各种思想中成熟 成为民国世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派别 而这一时期思想堪称未尽 但是日军进完后 中国人第一次痛心感受到 亡国民族的威胁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这是鲁迅的革命的高涨时期 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 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 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和思想上 两支重要的力量 一直纠缠不休 一直延续到1949年